第20題 夾一丙三人進行釣魚比賽 他們約定在限定的時間內 將釣到的魚放入三個相同的網袋中 與魚獲得總重量來判定勝負 下圖是他們比賽結束後 判定勝負的流程 則三人魚獲得總重量大小順序為何 我們看到圖中所顯示的就是 幹崗的平衡也就是利矩的平衡 利矩的L等於RxF也就是利幣乘以利 我們在結果一中我們發現 乙的利幣比較小 所以乙的重量就要比較大 所以重量就是乙大於甲 同理我們看到結果二就知道 我們的甲的重量比較大 結果的重量是甲大於丙 所以我們的大小次序是乙大於甲大於丙 第20題問我們說 則三人魚獲得總重量大小順序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乙大於甲大於丙 今天我們來講解 我們來講解 你們來講解